我查表 好 我們先看這邊 查表長什麼樣子呢 這邊有沒有 有個 0 1 2 3 收效檢對不對 這裡有 1 0 1 1 1 2 1 3 1 4 好 怎麼查咩 我們先舉例一下看就知道 比如說 當我題目要求這個 LOG 1.42的時候 我要怎麼查你知道嗎 這裡就是14 這個就是2 這兩條線 這兩條這個兩個座標所對的這個結果 就是我要的 聽懂嗎 所以我當然填上去就直接寫 0 1 1 5 2 3 這樣懂嗎 好 那你要記憶一下是 我們在查的時候 這個肯定都是1點多的 那你說老師 在Y是10啊 20啊 怎麼辦 你就把它換成倍數 比如說是10幾次方 去做總換就好了 但是我們這邊寫的時候 都是從1點多開始跑的 聽懂嗎 然後後面這個是屬於第二位的部分 就是1點4級 比如說1點33就寫這邊 這樣子 會啦 然後這裡如果要去填什麼東西 0.1038的話 這是把過來的怎麼翻查表 去看哪裡有那個1038 你再搞定這個地方1038就好了 不好意思 我們再算記憶一下 我這邊寫的是1 1 5 2 3的時候 你的答案可能是0.15 2 3 因為這邊出現答案的事情 只是小數點以後的數值 前面肯定都是0 好 查表你要這樣查的喔 好 所以我們看這邊 呃 0.1038 看待在於1.1038 1.1038 這邊 所以答案可以多少 答案起來是1.27 這樣子 這叫查表 會吧 那可是考試的時候也會很討厭怎麼辦 萬一 表格裡面沒有怎麼辦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我這邊 這邊的例子 好 是這裡 0.1776怎麼辦 因為我們表格裡面的話 你只能停到溫度差 表格差到第幾位 小數點以後第二位而已 對不對 好 那像我們看這個例子 來看這邊 所以我們介紹的方法叫做 內插法跟外插法 那內插法跟外插穿的 你把插上去 指的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 真數 和對數 不好意思 會 乘比例 或者講說他們是乘 正比 好 這邊 那什麼意思呢 你看這邊 這個指的是x 這個x指的是真數 懂嗎 然後y軸的部分呢 y軸的部分其實就是logx的意思 它只是對數 也就是說 x跟logx 它們是乘正比的 所以看到沒有 它出現結果就是一條直線 聽懂嗎 後來齁 所以我要再改變 內插法跟外插法 其實說的都是一樣的狀況 就是說它一定是乘比例的 所以原來在例子裡面 題目的告訴我說 已知log1.77等於0.2480 log1.78等於0.2504 它的意思是 你看喔 它雖然只告訴我兩個四值對不對 可是裡面有很多的訊息 第一個 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知道幀數就是有1.77跟1.780 然後我也知道 那個log的部分是有 分別有這個 0.2480跟0.2540 聽懂嗎 那 其實現在就很好辦啦 其實我不建議你用它的那個 做法下去算 你這樣想 我覺得它比較簡單一點點 你這樣想比較簡單一點 譬如說 你怎麼寫呢 譬如說我想找 譬如說我舉例好 我找那個1.776這邊 那1.776是介於1.77跟1.78之間 我的做法是這樣子的 我已經寫了1.78 減掉1.77 因為1.78跟1.7值是這個區間 對不對 這個區間對上去這個值的啊 這邊 所以有一個範圍 那感覺很像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感覺很像 我們以前國中的時候 學過那個理化裡面 那個溫度計的測量方法 對不對 我設施跟華氏只是 格子數的不同而已 但是一次成比例的 聽懂 所以我就顯示 1.77-1.78 上面呢 我會寫什麼東西 上面有寫 log1.78 減掉log1.77 也就是說 他們倆之間的比例呢 會跟後面的比例 會完全相同 懂嗎 那因為題目要找1.776 所以我就選 1.776 減掉1.777 然後分數多少 1.7就是我要那個答案 這個x其實就是那個什麼 log1.776的意思 然後減掉多少 log1.777 看懂嗎 那這邊呢 那弄個1.78 就帶這個吧 0.2480 然後弄個1.77 就帶那個 0.2540 這邊也是帶0.2540 這個說出來也是跟斜率 完全一模一樣 你也可以從斜率先去想 聽懂嗎 也就是說 這兩個地方 你把它放過來這邊 跟這一段 這個地方的斜率呢 跟 你要這個地方的斜率 會不會成比例 肯定會嘛 因為它是一台直線 這樣聽懂嗎 這叫內插法 那外插法只是告訴你說 如果我是 我要找的答案是在那個 1.77 跟1.78 以外的話呢 結果還是相同 為什麼 因為剛才講的嘛 我說 因為我知道 增數跟對數 肯定會成正比 所以 即便你是往外擴展 也是一樣 比例還是一樣 是成比例的 這樣聽懂嗎 那我們有聊這兩個方法之後呢 所有提讀給搞定 為什麼 我們會查表 表查出來之後 如果我要找答案裡面是 借財表裡面的沒有數字的話呢 我就利用內插法或外插法 把插出來出來 就可以了 會啦 聽懂嗎 好 那我們馬上做題目練習一下看看 好不好 做題目練習 可能會讓你更清楚知道 我們講什麼東西 講一題就好了 好不好 因為